丈夫出殡当天陌生女人大闹灵堂 你们早离婚了 现在我才是王达强的正儿妻子 女人将原配妻子告上法庭 请求分割遗产 庭审中不但拿出了结婚证 还出示了一份王达强跟侯春梅的离婚判决书 女人拿出的结婚证和离婚判决书是真是假 她最终能分到遗产吗 王夫的秘密 法律讲堂 我们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6年4月的一天 家住北方某农村的侯春梅 正沉寂在喜悦中 27岁的女儿下个月就要出嫁了 前些天在外经上的丈夫 特地给她汇了10万元 用于置办嫁状 侯春梅给女儿订了一套高档家具 今天正好是送家具的日子 然而让侯春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一大早竟有人送来了一具棺材 送棺材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丈夫的侄儿王龙 管丈夫叫大伯 一直跟随丈夫在外经商 侄儿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具棺材又是谁的 侯春梅的心里咯噔一下 看着侯春梅 看着侯儿哭个不停 嘴里还一口一个大伯的叫着 侯春梅顿时摊在地上 差点昏过去 侯春梅赶忙跪到他面前 哭着说 大婶 我大伯他 他累死了 说着 拿出了医院的死亡证明 上面写着死亡原因 猝死 侯春梅顿时哇哇地大哭起来 据王龙说 大伯去世前几天 每天都忙到很晚 总说要赶紧多挣些钱 昨天晚上 大伯正在算账 突然就晕倒在地 人事不醒 他见状赶忙将大伯 送到医院抢救 可到医院 大伯已经没呼吸了 王龙给自己的父亲 打去电话 父亲让他赶紧 将大伯的遗体运回家 让亲朋好友 都看一眼在火化 葬礼肯定也要在老家吧 于是 王龙买了棺材 接着便过了车 连夜赶路 将大伯的遗体运回了家 听完侄子王龙的介绍 侯春梅越发伤心和不解 现在自家经济条件 已经很好 女儿也即将出嫁 按理 丈夫不应该再为经济发愁 可她却还在拼命赚钱 最终活活累死 这到底是为什么 侯春梅跟丈夫王达强 结婚三十年了 女儿出生后 侯春梅就一直在家带孩子 王达强 独自在外打工挣钱养家 十多年前 干过多年厨师的王达强 开了一家饭店 效益不错 每月都能净赠好几万元 自此呢 王达强对妻子和女儿 变得大方起来 不但生活费大大增加 还时不时给母女俩 寄些衣物回去 侯春梅不满足 她更想到丈夫身边照顾丈夫 可丈夫却一再拒绝她的好意 先是说 女儿年幼需要侯春梅照顾 等女儿长大了 又说父母年老 需要侯春梅照顾 等父母都去世了 丈夫又说等女儿结婚后 如今 女儿眼看就要结婚了 丈夫王达强 竟累死了 此时的侯春梅无比自责 心里想着 要是自己早点去到丈夫身边 照顾丈夫 丈夫或许就不会累死了 可很快 她就彻底改变了 对丈夫知死的态度 三天后 丈夫出病 侯春梅哭成了泪热 心里一边懊悔 没有尽到照顾丈夫的责任 一边担心着 自己今后的生活 要知道 自从结婚后 她就没挣过一分钱 全靠丈夫养着 她早就丧失了自知其力的能力 只能寄希望于 丈夫给她留下丰厚的遗产 可这遗产 又早有人盯上了 出病仪式进行到一半 突然 一个年轻女人 拉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 闯进了灵堂 女人趴在棺材上就大喊 老公 一旁的男孩 则哭着喊 爸爸 爸爸 侯春梅一下子懵了 周围人开始窃窃私语 说女人和男孩 是丈夫王大强的小老婆 和私生子 侯春梅气得 走上前 实际地把女人 从棺材上拉开 大声骂道 不要脸 这是我老公 女人愣了 打量了侯春梅一番后 不屑地说 你们早离婚了 现在呀 我才是王大强的正牌妻子 说完 还亮出了 她跟王大强的结婚证 侯春梅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气呼吾地说 你胡说 我们从没有离过婚 说完呢 一把夺过女人手里的结婚证 就要撕两块 女人也急了 赶忙抢夺 两人随即在灵堂里 扭打了起来 周围人见状 赶忙分开两人 王大强的侄儿 看似跟女人很熟 几句话 就将女人劝走了 侯春梅气得回了卧室 大哭起来 她现在才明白 丈夫一再拒绝 让她到自己身边 原来是已经 另外有了个家 可话说回来 夫妻俩常年两地分居 难道侯春梅 就没担心过 丈夫会变心吗 肯定担心过 起先侯春梅呀 还找人打听过 听说丈夫跟一女子 有不正当关系 可丈夫不但矢口否认 还威胁说 如果侯春梅再瞎猜 也就跟她离婚 侯春梅被吓住了 她依赖丈夫生活习惯了 万一离婚 母那俩今后怎么生活呀 再联想到 丈夫有钱后 没少给自己 汇钱寄东西 想着丈夫心里 还是有自己的 便选择了 一直相信丈夫 此时此刻 侯春梅恨透了 丈夫王大强 自己这么信任她 可她却背着自己 和别的女人结婚 还有了孩子 现在这个女人 拿着结婚证 来索要遗产 可自己并没有 和丈夫离婚 那么女人手上的结婚证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丧事一过 侯春梅就找来侄儿 问葬礼上出现的 年轻女人跟男孩的事 侯春梅从侄儿那里得知 女人名叫萧静 跟王达强在一起 有十年了 两人的儿子 今年已经七岁了 据侄儿说 王达强曾亲口说 他跟萧静的结婚证 是假的 主要是想哄骗萧静 给自己生个儿子 而妻子侯春梅 当年生女儿时大出血 被摘掉了子宫 不能再生育了 至于假结婚证 是怎么弄到的 侄儿并不知情 侯春梅一边心痛地听着 一边责怪侄儿 没早点告诉自己 可侄儿又有苦衷 说要是自己 跟家里人 说了萧静的事 大伯王达强就会辞退自己 不带着自己出去 随后 侯春梅一口咬定 萧静跟王达强的结婚证 是假的 拒不承认萧静 有资格分遗产 萧静不服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庭审中 不但拿出了结婚证 还出示了一份 王达强跟侯春梅的 离婚判决书 签罚时间是八年前 侯春梅愣住了 自己从没有跟丈夫打过离婚官司 这离婚判决书是哪来的呢 他认定 判决书是假的 请求法院验明真伪 正如侯春梅所料 离婚判决书的确是假的 相关法院从未办理过 王达强跟侯春梅离婚的案子 更没有签罚过 两人的离婚判决书 应该是 王达强为了达成 跟萧静结婚的目的 故意伪造的 一听离婚判决书是伪造的 萧静顿时崩溃了 竟在法庭上哭着 控诉起了 死去的王达强 那么两人之间 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呢 萧静到王达强的饭店 应聘服务员 年轻漂亮的他 被王达强一眼看中 王达强让萧静 先跟自己在一起 指贴发誓说 不出两年 一定跟萧静结婚 萧静成了王达强的 秘密情人后 王达强却将婚事一再拖延 家中老父母身体不好 担心离婚 会气死俩 让萧静再等等 面对王达强的态度 萧静会怎么做 王达强的秘密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萧静从大山里走出来 到王达强的饭店 去应聘服务员 年轻漂亮的他 一眼就被王达强看中了 王达强不但雇佣了萧静 还在工作中处处地照顾他 这让萧静 在心里不免升出了几分 对王达强的好感 一天 王达强对萧静表白了 说自己跟妻子早没了感情 连看都不愿意多看 妻子一样 以计划好 等女儿考虑到大学后就离婚 王达强让萧静 先跟自己在一起 指天发誓说 不出两年 一定跟萧静结婚 年轻单纯的萧静 被王达强的花言巧语打动 联想到自己收入微薄 单靠自己将来难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而有了王达强 他就再不用为将来担心了 因为王达强是有些潜难 此后萧静成了王达强的秘密情人 他一直期待着王达强早日兑现承诺娶自己 可王达强却一再拖延 女儿考上大学后 又说家中老父母身体不好 担心离婚会气死两人 让萧静再等等 萧静看出来了 王达强似乎没打算离婚娶自己 可离开王达强又不甘心 便想到了一个主意 逼迫王达强娶自己 这个主意就是怀孕生子 萧静偷偷用针 在安全套上扎了不少的针牙 王达强难以察觉 就这样 几个月后萧静意外怀孕了 王达强是喜忧参半 萧静再接再厉 谎称 要是王达强一个月内不离婚 跟自己结婚的话 他就去打掉孩子 王达强慌了 说自己有个女儿 非常想再要一个儿子 让萧静千万别冲动 他立马着手离婚的事 一个月后 王达强将一份自己 跟侯春梅的离婚判决书 交给了萧静 意思是告诉萧静 他已经和妻子侯春梅 彻底离婚了 萧静自然很高兴 很快和王达强去当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放心大胆地和王达强过起了夫妻生活 然而婚后的日子并不像萧静想象的那样幸福 他始终觉得王达强有事瞒着自己 不久 萧静果真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小语 萧静一脸的幸福 可王达强却不高兴 萧静一直想带着老公和儿子 回老家探望父母 可王达强却不肯去 总说山里的饭菜吃不惯 就这样 结婚多年 王达强只在结婚时 见过萧静父母的一面 同时呢 他也不愿让萧静见自己的父母 说父母因为离婚的事还在生气 不适宜见面 因此 王达强每次回老家 都是孤身一人 从不肯带着萧静和儿子 也正因为此 萧静从来没见过公婆 难道萧静就不生气吗 当然生气 可王达强有办法安抚 那就是多给钱 少则数千 多则上万 萧静是从小穷怕了的 钱能让他心情好一些 当然 并不是两人所有的不愉快 都能用钱解决 前不久 两人就闹得不可收拾 而导火索 就是王达强给女儿的 十万元赔价 今年年初 萧静想让王达强 给自己买辆车 王达强找借口说 去年刚开的新店 效益不好 贷款都还不上了 车等等再买 萧静没强求 不想洗衣服时 却在王达强的口袋里 翻出了一张十万元的转账单 收款人竟是侯春梅 王达强的前妻 萧静顿时惊呆了 原来王达强不是没钱 是不愿意给他花钱 而更让他气愤的是 王达强跟前妻都离婚七八年了 竟然还没断联系 萧静哭着找王达强理论 王达强赶忙安抚萧静说 女儿就要出嫁了 他多年来一直在外忙碌 对女儿亏欠太多 只是想补偿一下 萧静听后质问王达强 为什么补偿女儿 却将钱打给了前妻 是不是心里还有前妻 王达强赶忙否认 说将钱转给前妻 是因为自己没时间回老家 给女儿置办嫁妆 想让前妻代劳而已 萧静听不进去 赌气说 如果王达强不也给他和儿子十万元 就说明他们母子 在王达强心里 没有前妻母女重要 那么他们母子 现在就要离开王达强 王达强一个劲地挠头 说现在手头没钱 让萧静再等等 眼看王达强想继续拖延下去 萧静实在忍不下去了 他带着儿子回到老家 想让王达强服软 刚开始 萧静每天还能接到王达强 劝他回去的电话 可没过几天 他就再也联系不上王达强了 电话始终打不通后 萧静打电话 给王达强的侄儿王龙 这才得知 王达强前两日突发心脏病 没抢救过来 猝死了 听到死讯 萧静差点晕过去 心里无谓杂陈 不只是为了王达强的死伤心 同时也为王龙没有及时通知他 而气愤不已 而王龙却解释说 因为太忙 一时忘了 萧静要参加葬礼 王龙劝阻说 葬礼要在老家举行 萧静先前从未去过老家 亲亲朋友都没见过 不易出面 萧静还要坚持 王龙竟挂了电话还关了手机 萧静更生气了 自己跟王达强是领了结婚证的夫妻 不出席葬礼算什么 还有 儿子小宇总要认祖归宗吧 不然将来怎么继承王达强的遗产 想到这儿 萧静立马收拾东西 带着小宇赶去了王达强的老家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还特意将结婚证带在了身上 萧静和儿子 恰巧赶上了王达强的葬礼 可让萧静万万没想到的是 参加葬礼的 还有王达强的前妻侯春梅 随后两人发生了冲突 王龙为暂时安抚萧静 竟对他谎称侯春梅已神志不清 萧静的出现刺激了侯春梅 若两人继续闹起来 葬礼就没法办了 为了让王达强顺利下葬 萧静强忍怒气 带着儿子走了 想着过了葬礼 再回来跟王达强的家人 商量分割遗产的事 葬礼过后 萧静再次找上门索要遗产 却得到惊人秘密 王达强和侯春梅的离婚判决书 竟是假的 王达强竟然拿着和妻子的假离婚协议 欺骗萧静 那么萧静和他的结婚证还有效吗 在重婚的违法犯罪行为下 获得的结婚证 双方的婚姻关系依法无效 得知婚姻无效后 萧静又代替儿子继承王达强的遗产 为何最后依然没有成功 王夫的秘密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可葬礼过了 王家人竟统一口径 说他和王达强的结婚证是假的 萧静气不过 将王家人告上了法庭 萧静起初想着 只要当庭拿出 先前王达强和侯春梅的离婚判决书 就能胜诉 却没想到离婚判决书竟是假的 萧静哭得是一塌糊涂 后悔早年跟了王达强 也后悔因急于要跟王达强结婚 没有验证一下离婚判决书的真伪 萧静觉得自己无辜 他转念一想 虽然离婚判决书是假的 但他和王达强 在婚姻登记部门领到的结婚证 可是货真价实的 因此他认为 自己和王达强就是合法夫妻 他有权继承遗产 萧静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难道萧静和王达强的婚姻 真的有效吗 这就讲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重婚的结婚证效率 结婚证是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签发的证明婚姻关系 有效成立的法律文書 我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子 在正常情况下 男女双方符合结婚条件 在婚姻登记部门领取结婚证 结婚证就能够证明 双方的夫妻关系 这种关系也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如果一方已经结婚 在未办理离婚 或另一方未死亡的情况下 提供虚假材料 又与他人办理结婚登记 则构成了重婚 婚姻关系无效 我们回到本案中 王达强已经与侯春梅结婚 双方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 王达强在未离婚的情况下 使用假离婚判决书 并利用婚姻部门 未联网的漏洞 欺骗婚姻登记工作人员 又与萧静办理了结婚 虽然萧静对此并不知情 而且结婚证 也是婚姻登记部门颁发的 但是王达强重婚的事实 不能否定 既然是在重婚的 违法犯罪行为下 获得的结婚证 双方的婚姻关系依法无效 王达强的行为 已经构成重婚罪 因为他已经死亡 依法不再追究期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而萧静因为不知情 所以他不构成重婚罪 最终法院判决 王达强和萧静的婚姻关系无效 萧静不具有继承 王达强遗产的权利 接到判决 萧静气不成声 没想到他用心照顾王达强十年 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最后竟分不到王达强半点遗产 真有一种竹篮打水 一场空的感觉 面对法院的判决结果 萧静并不甘心 自己虽然没有继承权 可儿子的确是王达强的 难道儿子也没有资格分遗产吗 之后萧静又将王达强的妻子侯春梅 告上法庭 他要带儿子小雨 向侯春梅索要百万遗产 那么这一次萧静能成功吗 庭审中 萧静出具了两份文件 一份是儿子小雨的出生证明 上面清楚写明 父亲是王达强 母亲是萧静 另一份是儿子小雨 跟王达强的亲子鉴定 证实两人是亲父子关系 侯春梅不认可鉴定结果 认为小雨跟王达强 长得不像亲父子 但法院是讲证据的 此时王达强已经火化入土 不能再提供DNA样本了 侯春梅便想到了 让女儿小丽跟小雨做个鉴定 于是法院委托了一家 司法鉴定中心 对小雨与小丽 是否同父异母关系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 支持小雨与小丽 系半同胞关系 也就是说 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弟 父亲都是王达强 最终法院判决认定 根据小雨的出生证明 及相关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确认小雨是王达强的 非婚生子 本案中 小雨作为非婚生子女 应当同婚生子女小丽一样 相有同等的继承权力 应分得同等份额的遗产 虽然应该分得遗产 可要是没有遗产可分怎么办 根据王达强职尔王龙提供的材料 以及法院从银行那儿调取的材料 汇总得知 王达强的两家店 现在都是负债经营 车辆和房子 现在还都有欠款 根本没有什么遗产可分 能分的只有债务 面对这种局面 萧静直接傻眼了 没有遗产可分就算了 总不能再背上债务吧 另外 王达强生前给女儿的十万元赔价 财产已经处置了 并且也不违法 萧静及其儿子是无权要回来的 思来想去 萧静代表儿子主动放弃了遗产继承 案件至此结束 萧静糊里糊涂地跟了王达强十年 浪费了青春不说 还多了一个要靠自己养活的儿子 没有积蓄 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他 今后该如何养活儿子呢 显然 他再也不能养尊处优地过日子了 我们再来说说侯春梅 他虽然如愿守住了遗产 可不懂经营饭店的他 只能选择将饭店卖掉 然后偿还银行的欠款 左胜也无几 侯春梅以后的日子 也得靠自己辛苦挣钱 以前侯春梅谈到丈夫王达强 总是一脸的骄傲 到现在他连谈都不想谈 丈夫家外有家的事 会让他很久都不能释怀 观众朋友 婚姻需要夫妻双方的忠诚 任何一方对婚姻的不负责任 都会伤害到另一方和子女 不安中 因为王达强的不忠 妻子和女儿在其死后 不但因为遗产分配的事 不得安宁 还因此成了周围人的笑别 而对于介入别人婚姻的人来说 风险很大 办案中肖静赔上了十年的青春 换来的却是孤身一人 儿子还没有父亲 想想因王达强出轨 而被伤害的两个女人 侯春梅和肖静 倘若他们都能自立自强 或许侯春梅就不会对丈夫的 常年冷淡 莫不作声 宵静 也不会因为金钱的诱惑 成为第三者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 微信服务号 再见 要求撤销与王梦的离婚协议 对婚内财产重新进行分割 儿子确实不是前夫亲生 之前的离婚协议会推翻吗 他侵犯了南方的配偶权 生育权以及财产权 他最终将如何面对 现任丈夫和孩子 离婚离出的秘密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